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会计师的高收入 一头就栽进了花花草草的园艺世界 尼克江多样丰富的香草 搭配特制的酸甜酱汁 爽口缤纷的滋味 即将颠覆您的味蕾哦 夏季最清凉的料理 香草沙拉即将上桌咯 现代新菜派 健康地咱来 我现在有没有觉得很贵心 人家应该是拿一束玫瑰花 对不对 可是我自从上了年纪之后 我特别对香草很喜爱 尤其是这样 闻到那个香草的味道 好了 天气热 香草就是让我们最舒服的一种食材 那么要怎么样运用它呢 就要请我们的香草王子 我们文青妮克 妮克老师来了 妮克老师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妮克老师 如果说一个男生他追女朋友的时候 送他一束香草 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 可能他会觉得颜色太少 所以你可以加一些有颜色的香草 会开花的香草 你好棒哦 我发觉只要问香草的任何问题 都难不倒你 我想都没有想到 对 香草有很多开花的 有 薰衣草 还有我记得你以前教过我们做 就是那个黄色 鲜黄色的话 可以拿来拌那个沙拉的 金莲花 好 如果是送这个的话就OK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林克老师 今天就要用这么多的香草 教我们搭配食物 但是今天谁是主角 像我做沙拉的时候 一定会放一些橄榄油下去 那么橄榄油是大家使用率最普遍的了 那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的营养 好不好 来 橄榄油它是由橄榄精致而成的 这个橄榄油它本身有粗榨橄榄油 那当然是价位会比较偏高 那其实粗榨橄榄油 不管是煎煮蒸炸都很适合 因为它赖高温 它的发热点210度 那它凉拌当然是更好 而且好的油可以驱除我们身体中 不好的这种胆固醇 不好的这些脂肪 身体中好油可以驱除坏油 所以我们尽量选用很安全的 品质最佳的橄榄油 要选第一级 一般橄榄油大概分1 2 3 4 我们要选第一级 是最安全 它富含了Omega 3 Omega 6 所以都是一种好的油 尤其含维他命E 像我们这个中年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防老除皱 就皱纹少一点 看起来比较老样 这个时候 维他命E是很需要的 所以在橄榄油里面都有 看到了没有 我们了解了油之后 我现在看到这些香草 这个我的愿望就是很希望 我可以住在一个充满了 各式各样的香草的家里面 但是照顾起来很麻烦 不会啦 不会麻烦 只要记得他要日照 因为太阳就是让他吃饭 所以有晒太阳 不要太潮湿 对对对 光是北部也是要区分 有些地方就很潮湿 不适合 那么比较干燥 然后有阳光的就OK 你说潮湿的话 是有一个方法 还是可以改善 就是土壤 如果你的土选择排水好的土的话 你在比较多余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种香草 一直潮湿 但是对植物是有不利的地方 但是只要是土壤太潮湿 有时候会造成一些欧洲香草 它更会烂掉 烂根 所以土你如果排水好一点 就不会了 OK 如果说是真的空气潮湿 你把土壤的排水性做好 也是可以有的救了 对不对 好 今天这么多的香草 你刚刚已经在讲 青苏 紫苏是你的最爱了 今天的最爱 紫苏真的是日本人的最爱 日本人觉得他们根本就是 严命香草 对不对 其实它的风味非常的好 有一种很特殊的香气 它可以生吃 也可以熟食 也可以腌梅子 所以它功能很多 我们今天是要来生吃它 生吃它 好 那么就是要用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香草做什么 对 我们要做那个香草沙拉 哇 夏季的香草沙拉 那真的太美妙了 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了 哇 每一种香草都有它自己不同的风味 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边看你做 然后边请你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 好 今天是叫香草沙拉 就希望说香草的叶子能够丰富一点 所以我选了五种香草 它们合喔 可以啊 可以啊 各有不同的风味 好 那像紫苏 青苏都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你如果有吃过紫苏莓就知道那个特别的香气 紫苏莓 然后还有这一个 这个叫做酸膜 酸膜其实真的很棒 夏天如果说是真的你觉得很热 有的时候把它就直接拿下来 这样放嘴巴里面搅一搅觉得很舒服 它这脚会酸酸的 然后它有两种 一种是绿色的 一种是红色的 对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是红梗 还有一种整个是绿色的 对 整个绿色那个是看起来有点像菠菜 对 因为它跟菠菜就是亲戚 是喔 对 它们是亲戚喔 它红的也是吗 也是 对 它我实际上是绿的比较好吃 但是因为我们做沙拉 所以搭配一些不同颜色的叶子 又好看 好吃 这样子 好 等一下我来品尝一下 那再来这个是 这个是香蜂草 香蜂草泡茶超赞的 它有柠檬的香气 对 所以泡起茶来就会有柠檬香 那柠檬香就会让人放松 让人心情愉快 有的时候我发觉说 有一点点微微的小感冒的时候 泡一杯热热的那个香蜂草茶喝 再加上柠檬香 好让我舒服喔 对… 所以它们两个 小草茶就是有舒缓的效果 它们两个是可以混在一起的 可以啊 可以… 柠檬跟那个 隔壁这就是柠檬 柠檬加香蜂草 泡茶好喝的 好… 待会儿就有关柠檬的问题要提问了 那现在你先来一样一样的处理 对 那我先来采收 这个是… 告诉大家怎么采收 大的叶子 对不对 对 那第一个就是 如果以这两颗为例 都是紫苏类 一个是绿的紫苏 一个是红紫苏 叫紫苏 青苏 那这颗比较高 对不对 那比较高的话 你的采收就可以整枝剪下来 这样整枝 大叶子跟嫩叶子一起 对 可以整枝这样剪下来 那剪下来之后 我们的这个原来这一颗的这两个芽 它都会慢慢往上涨上来 那这个就可以拿来使用它 那如果你没有整枝剪下来 你只摘叶子的话 它只是会从这里继续往上涨 那但是其实让它从下面分岔涨上来 它的叶子的量跟它的指摘都会比较好看 它会更好 更多 对 然后把它叶子摘下来放在这边 那因为这一颗 可以吃吗 可以啊 那因为这一颗比较矮 那我们就只采大叶子 如果它也是跟刚刚这个一样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整枝剪下来 它比较矮 我想起来在这个真的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家住的地方有个院子 然后后来我把紫苏 我不懂它有什么好码 就小小一棵紫苏 就随便乱种中占院子里面 第二年 那整片都是紫苏 对 它是一年生的植物 一年生的植物就是它的生命周期是一年 可是它既然是一年 就代表它要开花结果 结果 对 然后才有下一代 所以它的你种的那一棵的下一代 就种子 散布 对 然后就长出很多小颗新的植物 然后不用管它 它每一年都是很多很多很多 对不对 好 有院子的话真棒 那紫苏你等一下帮我剪一片小小的叶子 我来直接尝尝看 那我们紫苏可以就是说 泡茶的话也可以用新鲜的吗 可以啊 其实泡茶我觉得用新鲜的风味很好 有些香草因为会干燥或是一些过程中 有时候风味会流失一点点 可是新鲜的话会保有它原来的风味 味道好棒哦 像直接吃味道好棒哦 很浓郁 它比较属于温暖的 它会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比较温暖 对 所以它泡茶会比较暖身 暖身 好 那第三个就是刚才有介绍的这个酸膜 那我剪两支 那如果你是为了要采收的话 一般我们看到这一种 它这一棵跟另外 这个采收法不一样吧 对 它跟另外四棵不一样 它是像青菜一样 中间这样放射状长上来 对不对 所以原则上是 中间是比较年轻的叶子 两侧外围是比较老 比较成熟的叶子 看叶片就知道了 有看到吗 这外面有在撩一撩 撩一撩 这边有撩一撩 是 这个比较接近我了 我 这个前面那个就比较年轻 中间那个比较年轻 好 我们是采中间 那这个老的怎么办 让它继续老吗 其实不一定要采中间 可以这个只要是斜斜的 采下来反而更好 让中间新的慢慢再长 那请问这个已经寥寥 老老的还有用吗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食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剪碎 剪成一小片一小片 就不会觉得它是老老的 风味依然存在 对 对... 好 再来就是我们的香蜂草 再来这是香蜂草 那香蜂草跟薄荷 很多人会好像分不太清楚 它的差异 那其实它有 柠檬的香味 不会有薄荷的凉味 其实有的薄荷 也长得有点像香蜂草的形状 对啊 像隔壁的 这就有点像 这长得超像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样来搓一搓叶子 会有柠檬的香味 整个就是柠檬香 对 好棒 然后这个薄荷绝对就不是啊 薄荷它就是 对 薄荷品种好多 那这一种是比较香的 它叫绿薄荷 是做人家做什么口香糖啊 对... 口香糖或是调饮料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绿薄荷 因为它的香气比较浓郁 好 再剪一些下来 所以等一下你的那个 生菜沙拉里面 除了有生菜以外 就还有这些新鲜的香草叶子 好 洗干净 对 因为沙拉 沙拉的话我们不希望说 那个叶子太湿 水水这样 对 所以说我们就用一个这个 蔬菜用的绿水器 把那个水 透过离心力 然后让它叶子恢复比较干的状态 那这样吃起来比较好吃 如果说有个小花园 种香草 那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 对 而且它这边活的食材 但是阳台也可以啦 阳台也可以 但是要换土吗 有一件事情要请教 土要不要更换 换土 如果说它越长越大颗 可以把它换一个更大的花盆 换加 换更大的花盆 就可以补更多新的土 好 那个旧的土 其实还是要给它更换一下 对不对 可以部分的拿掉 但是你主要是加新的土 到更大的花盆 或者是你没有变花盆 但是你可以添加一些肥料 让它补充养分 好 那这个香草的叶子干掉之后 那因为我们沙拉还是 不能全部都是香草的叶子 这样味道太重了 不是 这怎么吃 所以要搭配一些生菜 这叫罗美心 就是萝卜类的 然后我们先切一些 然后大概较窄的一段一段的 然后摆在底部 然后上面才是放香草的叶子 好 那这个基本上香草 它也只是调味而已 对不对 对 会放 但是它并不是加在寿司 它也是等一下摆在上面 滚着吃 对 它是当成生菜叶的一部分 我记得以前尼克老师 他在教我们那个金莲花沙拉 我那时候还真的是 就从你这边拿了一盆 那个金莲花沙拉的盆景 我去 我很努力地照顾它 也活了蛮久 是 然后采它的花来做沙拉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区域 就比较属于超湿 就再见啊 那其实你已经很尽心尽力了 因为其实香草 就像我刚刚才有提过 就是它有些是一年生 对啦 它已经有过了两年了 它已经时间到了 你已经很好了 好 我已经很好了 谢谢 真的 给我一点信心 那像我们因为最近的气候 如果说南部可能还比较稳定 像台北部的话叫做一天好天一天天冷 一天热天一天冷天对不对 好 那薄荷呢连嫩叶上面都呈现了枯黄的状态 干枯的状态 那个不知道它那个不叫做病毒吧 就是潮湿悶热会比较容易生病 可是天气蛮冷的时候 湿度高不一定会生病 因为我发现它症状不佳的话 就是把那些不好的叶子剪掉 全部剪掉 让它重新长 对 这样就可以 薄荷其实还蛮不错的 它们很配合可以很多年 是 多年生 多年生 这是青苏的叶子 那一大片就很够用了 那就把它这样子剪成一些 然后就放在上面 那你觉得青苏长得真的很漂亮 对 因为它有锯齿状 然后它有一些波浪状 它非常漂亮 而且它可以长那么大叶 是 然后这个是紫苏叶 对 日本人不管是生食还是泡茶 做腌制 它们叫做炎命草 然后我的手上就拿着是香蜂草 薄荷 很像草莓形状的 比较三角形的 这个是香蜂草 所以不用剪碎了 叶片没有很大片 就想不用剪 好不要剪 对 就这样组合就好了是不是 薄荷 对 当然我们搭配 因为季节的话 我们可以放一些小番茄 但我们先把香草叶子再摆完它 享受一下 你来画龙点睛要不要来摆 来 玩一玩 太漂亮了 那么缤纷 食物的缤纷 色彩会让我们觉得快乐 对 我们就可以加起司 加坚果 加饼干 就不会只有纤维了 还有热量 蛋白质 然后番茄怎么办呢 要切吗 不用 因为我们选小番茄 就直接这样摆上去 我特别挑 还有黄色 还有黑色 来 这个让我来玩 沙拉酱的话 其实我一直来的做法都是 果酱三分之一的量 橄榄油三分之一的量 醋三分之一的量 这样子喔 对 如果你 譬如说你最近你自己有DIY做了 比如说草莓酱 那你就加草莓酱进去 三分之一 对 那就会变成这次的沙拉酱 是草莓的风味 好 小种的柚子也很棒 那我们用的是樱桃果酱 每次都有不同的变化 OK 好 那这个醋的话 醋一般是用 那一般会有苹果或葡萄 那这种生黑色 大概就会是那个 葡萄的酿造醋 成年的 买来就是成年的 这样比较浓稠 香气比较好 我就把这个醋 好 现在呢 这个酱其实好不好吃 还真的是要很用心的调 而且那个油要用对耶 对啊 橄榄油 它会有青草香 是 番茄香 还有些还有坚果香 好 这是我们的果酱 那依你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说你春天买了草莓 把它做果酱 然后夏天继续吃 因为你可以做果酱 然后放到沙拉酱里面 然后这样子把它拌匀 你可以也在...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食材 那因为我们今天 比较是蔬果类的东西 就不一定要加盐 那如果你要在沙拉酱里面 加一点点盐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一个就是有樱桃风味的 油醋酱 你看 这样子 还没有 我们来可以摆这个坚果 好 来 再摆坚果 摆一点坚果在上面 对 然后我是来把起司球打开来 这个是... 这是起司 这是起司的 我们小朋友吃的那个零嘴 对 起司它的硕形把它做成 条状再切成一块一块 像糖果一样 好 有卖这样一包一包的 起司球 对 但是我捏碎的感觉 就是我刚有讲过的那种手感 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让它平均的撒在上面 对 而且是手工捏碎 不是切一丁一丁的感觉 好 然后我们再随性的撒一些坚果 在上面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 这样子可以吃了吧 肚子都咕噜咕噜就 但是我们还有准备饼干 饼干是要干嘛的 饼干一定要摆在上面 因为我们有零橄榄油 所以它是会润滑的 对饼干放出去是还不错的 饼干捏一捏 对 主要是不要太大块 因为太大块就不好看 也不好入口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来食用了 对 看了多开心 来吃吧 香草沙拉 做法是青酥 紫酥 酸膜 香蜂草 薄荷 采摘下来之后洗净 脱干水分备用 将罗曼星切断 摆放盘中 接着放上剪小片的青酥 紫酥 香蜂草叶 薄荷叶 酸膜 小番茄 起司碎 坚果 饼干碎 再将等量的陈年葡萄醋 橄榄油 樱桃果酱混合 淋在香草沙拉上面就可以了 好 你看多么的浪漫 五彩缤纷的沙拉 然后我们的桌子上面 又摆了香草 对 然后我刚刚就在想 我在请教尼克老师 这个香草它因为长得很漂亮 我们除了放在阳台或花园之外 我可不可以浪漫一下 我把它就当盆景 摆在我们家的餐桌 或者是客厅的某一个地方 主要是因为我们居家环境 室内可能阳光不够 它需要阳光 所以你可以把它摆在外面 但是你有一个变通方法 就是它长得还满茂盛的时候 你可以整枝剪下来 它就把它当成是擦花的材料 你拿一个小水瓶 然后再把它擦上去 那就可以一直放在餐桌上 放在餐桌上 对 让它会有一个寿命 甚至于它会长根 那长根就有点像 好像泡在水 长根你还可以再拿一个小花盆 再种进去 那个小生命也会再延续 来试试看好不好 好啊 那我现在我来准备一个 就是说像家里面的一个容器 对 容器就可以拿来做 那我们现在要 是每一种都可以吗 我觉得就是 当然是长比较长的 像这一颗就还太小 太小了不要去 过合就很长 过合的可以 就可以剪了 好 那我们要拿来擦花 就是擦花概念 对 那就像这样子 然后我们一开始 实际上是稍微考量一下 你刚刚拿的这个小瓶子 我如果用小瓶子 应该要比它高一倍 就是让它肉一结上来 所以像这样的长度 那你也可以组合 我们一支用薄荷 好 那一支来用什么 刚刚这个田螺热也很漂亮 田螺热也可以 可以啊 OK 好 你找到剪哪里 我选这一支 转过来剪这一支 你选它 来 选这一支 这一支 这样子 高度 好 这样子来 那其他让它在阳台 香风草 我们桌上的香风草 好 我这里桌上的香风草 可以 香风草也可以来剪一个 可以 长一点的 因为烤羊平直的高度 好 这样子 高低有不同层次 那这个我们也就把它让它 好 放到后面 那像这样之后 对不对 那因为泡水不一定要泡到叶子 你可以把下面的叶子 另做用途 比如说拿去泡茶也可以 那我们就是浸在水里面的 就是这个茎 这个梗在水里面就好了 好 好 好 相同的道理 薄荷也是 好 香风草跟薄草 这个我等一下就要来泡 泡热水喝 可以它冲在保温瓶或是水壶里面 只要留上面就好了 主要是因为浸泡 然后加上上面很茂盛 然后下面浸在水里面 是金这样看起来 蛮干净清爽的 那个叶子不要泡在水里面 对 那田螺热 如果今天看起来不会泡到 那我们就直接这样使用 这样 那这个就可以这样 摆在这里 就可以装饰你的小餐桌了 又可爱耶 对不对 对 这样子就摆在我们的餐桌上面 这其实这样一点点的装饰就够了 对啊 对啊 感觉就够 所以你说到最后我们会看到底下 会发那个很嫩嫩的 虚虚的根 对不对 通常这样泡着 只要水不浊掉 代表水都还很干净的状态 它大概两个星期后 就开始冒出白色的根 会比较靠近下面的地方 那长比如说三公分长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拿出来 因为水太没有营养了嘛 就种到泥土里面 那就可以变成一棵小的小苗了 就让它生命延续了 对不对 那水要换吗 只要你的水跟植物都很干净的话 我都是只有加水而已 因为它会慢慢喝掉就加水 应该 所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觉得水会浊掉的话 其实你就是要换了 换水 好 我们自己来观察对不对 是 不好意思 我已经开始吃了 你吃到哪一个 香蜂蜂吧 嗯 当你咬下去之后 那个香草的香气就跑出来了 然后就在口中释放 这样子的生菜沙拉 就真的是太有风味了 香草多棒 它可以让我们的食物增加滋味 然后又可以让我们的生活上面 我们的餐桌都可以增加不同的风味 如果说是像刚刚的迷迭香不够大 如果够大的话 插在个小盆子里面 摆在书桌上 可以 才可以读书玩一玩 对 增加学习的效果 对 帮你的孩子插一盆 迷迭香小盆景 摆在他的书桌上面 就说来 加油 好 谢谢尼克老师 谢谢艾伯姐 ита 好的 好的 我们会期待 嗯 我们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的话 通过的话 请�